希望下半程的朋友们做好自己 毕竟你们也知道那姐最烦是什么样的人 让我们掌声欢迎 徐志胜 有种来到演唱会的感觉 大家应该能看得出了 今年的造型和去年有些不一样了 今年把刘海剪了 给大家讲讲为啥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去年这个刘海它太火了 就它已经火到有点宫刀盖主了 就去年大家看到我 它的目光就会停留在我脸的右上方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刘海看 表情是那种专注且满足 仿佛在我的刘海上看到了日出 真的有一次我这个刘海不太明显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这个主办方当时就不高兴了 郭叔说志胜啊 你刘海不在 我们也没必要让你来呀 真的 就是我可以不去 但刘海必须来 就在主办方眼里就是 哎呀挺好的一个刘海 怎么还长了个人呀 哎呀 今年没了就想着把刘海剪掉嘛 就好好斜断着 好好再进步一下 结果没想到我剪完头发 同时看到我说 自身怎么感觉 你比之前还好笑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民国的车夫 骆驼圣子 我今年回老家嘛 回老家也有很多人过去找我合影嘛 大家应该都知道 真的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 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 都去找我合影了 就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也没想到 他还主动破屏说 自身 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 说我初中的时候 可没少找你要钱呀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家远 我是在外面住房住 那段时间 就经常会有一些高年级同学 过来找我要保护费 要完保护费之后呢 就开始打我 就当时我都蒙了 我说大哥 你倒是保护我呀 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 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 让我面对着墙 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 问我说兄弟 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有多少 我说你要多少 你又说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说两块五 他说行 就当时我就知道 我说多了 这两块应该就行 而且他这时候 问旁边一个人 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有 走吧 我说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就是甚至他们后来 开始欺负我的时候 都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有一天在被打之前 他们还指着我说了一句 说今天这个事啊 和你没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被欺负 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 失恋了 打我散散心 那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因为爱情而受伤 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 就是很奇怪 就一个人 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泪流满面 而且关键他在打着打着 突然对着我 喊出来一句说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句话把我喊懵了 我说你们这个的占有欲这么强吗 怎么 这是我给别人三块钱的故事 让你知道了 真的很难 但是后来就有人问我说 自身啊 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业 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就你这么一想 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他们没打我一下 那都是给我未来的世界 天砖加瓦呀 就有时候打着打着 都把我打骄傲了 就是放现在 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我都得唱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是英雄 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啊 你无论怎么合理化 它都不会变得合理 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 如果真有孩子在经历这些 还是要告诉家长 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 就很快就帮我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天将将大任 这个大任指的是我的班主任呀 所以遇到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雇佣的 也可以找找妈妈 老师 警察 她的帮助 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 谢谢大家 没挑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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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志盛 确实是错过了刘海以后 后面就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了 我没想到你把刘海剪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别人老看你刘海吧 其实不是 就是感觉他也不好看呀 所以你是觉得这样好看呀 其实原因很简单 想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想好好搞脱口诱 就这个标签 它开始慢慢地让大家忽略你其他东西 我还是想多展现一点的嘛 有新鲜 从去年我就开始一直看他这个刘海吧 刚才他一出来我就觉得 哎呦 姐那刘海得下多大决心啊 那可是一个卖点啊 很有记忆点 也很好笑 而且这个讲的这个挨劫这事 我都特别有功名 我以前上学 而且我也会是一个大哥 也是管我要钱 说你带钱的吗 我说没带钱 大哥一脚上来 然后我一吞 当时我没站好 把他鞋脱了 大哥都懵了 直接他一踢 我手里就收上他鞋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站着直多子拿着他鞋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以前这些事 今天讲的还是感觉特别靠谱 哎 智盛对自己要求高 明明已经有那么有特色的 让观众记得 想要突破自己 所以呢 我也是帮智盛突破一下 其实刚刚绝对是一个四灯水平的表演 那我们看看在挑战下能不能晋级吧 谁敢站 会吧 但是后面确实名额不多了 好 现在进入抢麦环节 挑战徐智盛的朋友 请起立 五秒到计时 现在开始 五 四 三 二 没人站是不是 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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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挑软狮子捏嘴去许志胜 作战之胜 许志胜 许志胜 许志胜呗 都没留好拉 打不败了 恭喜许志胜 晋级成功 赞能是对的 他其实就想看看我展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之后 有没有更好的东西 刘海还是功高盖出 不该剪呀 后悔了 后悔了 智胜三灯也没有人敢挑战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高的荣誉了 而且以智胜的能力 无论他面对什么样的险境 他肯定都能化险为夷 我相信他 可以 我们还没有淘汰过任何天王 对 我觉得这个 三灯没人挑战 好像比四灯 还厉害了那么一点 不知道哪些方面厉害了那么一点